德国数千人在科隆市游行示威,抗议德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,并指责对俄失事的制裁,反而导致德国民众生活受到影响。 民众打出的口号是反对战争,反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。 9月5日,德国首都柏林也出现抗议活动,民众要求政府解除对俄制裁,改善民生。 这个才有点真正反战的意思。 这和俄乌冲突之初的互联网上那个反战不一样,那个所谓反战,就是支持北约天兵。 美国王室干死俄罗斯,那不叫反战,那叫打了思想刚硬一样的青梅反俄。 只有当切身利益受损的时候,脑子才能清醒一点,想明白自己到底需要什么。 德国巴列通胀率达7.9%,为上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及两德统一来最高。 能源价格大涨35.6%,成为推高通胀的主要因素之一。 德国企业计调后制造业订单环比降低1.1%,同比降低13.6%,德国工业订单已经连续六个月下降。 当欧洲局势,军事对抗影响到自己生活的时候,欧洲人民似乎才开始反思。 为什么美国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,要放欧洲的血? 8月31日,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格在布拉格说,如果我向乌克兰人民做出承诺,只要你们需要我们,我们就与你们站在一起,那么我就会兑现承诺。 不管德国选民怎么想,但我想象乌克兰人民兑现,这不就是苦一苦百姓吗? 德国政府既不搞核电,也不用火电,还拒绝用俄罗斯的天然气,仅没有能源自主,也没有自己的国防工业,更不可能像美国一样靠枪杆子抢能源,到底想怎样? 想上天吗?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连自己民众的生活都不管,连自己的国家能源安全都不管,拼了命却完成美国抗俄的战略目标,你觉得它到底是德国的政府,还是德奸? 德国执政内阁联盟的支持率已跌至新低,对政府工作不满的人达到了65%,德国民众已经对所有的政客席人们表示绝望。 所谓的不惜一切代价援助乌克兰,这个代价就是欧洲的民众,这是美国愿意付出的代价,还是欧洲愿意付出的代价? 实际上欧洲各国政府对美国的损用填制,对俄国克州求见的仪式形态仇视,已经点燃了欧洲人民的怒火,你亲美反了可以,但你不能牺牲我的生活。 什么叫制裁俄罗斯? 制裁俄罗斯就是断自己的气,断自己的煤,断自己的油,断自己的小麦面粉,洗冷水澡。 少吃肉,少吃饭,几倍价格进口二手油,二手气,让俄罗斯多赚钱。 当初欧洲高调搞环保一提,炒作碳排放,试图搞死咱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制造业。 欧洲老不惜灰岛砍向自己,身先士卒,不要火电,不要核电,用爱发电。 一大堆发达国家能源都不能自主,还天天管别人吃不吃肉,结果一圈下来。 中国借着这个机遇搞了产业升级,早早不拒新能源,环保和高新制造业双赢。 新能源汽车大大积压了德日传统汽车的生存空间,而美国根本就没把环保当回事。 该怎么玩就怎么玩,最后受伤的只有欧洲了。 德国劳搞环保,自己怕污染,把国内几乎所有的火电站通通关停了,自己怕危险。 把国内几乎所有的核电站通通关停了,然后就只能跟俄罗斯买天然气了。 然后俄乌仗一打,非要上赶着制裁俄罗斯,北西的乌轮机都扣下,自己断自己的气。 何等魄力? 少洗澡,洗冷水澡,少吃饭,不吃肉,苦一苦百姓,这操作能把美国老看傻了。 整个欧洲都在失血,能源价格越来越高,俄罗斯赚钱越来越多,而欧洲经济通胀也越来越高。 欧洲百姓越来越苦,俄罗斯却越制裁日子过得越滋润,这不成了卖身原额了吗? 既然德国连自己独立自主的国防军都没有,为什么要插手俄乌事务? 既然德国连自己的能源自主都不能保障,为什么还要去得罪提供天然气和石油的俄罗斯? 现在德国最需要做的工作,难道不是重建国防,多搞核电,能源自主吗? 欧盟是欧洲国家的组织,为什么一定要为美国马首是瞻? 北约号称是一个防御性的军事组织,那为什么总是要防御到万里之外的人家的家门口? 欧洲政客总是渲染俄罗斯的威胁,号称反而视为了欧洲各国的国家安全。 但他们又为欧洲的安全做了什么? 自己的国防都搞不好,还要光着屁股干俄罗斯,冲在前面当美国的马迁族吗? 9月3日,7万名捷克人走上布拉格的街头进行抗议。 愤怒的捷克民众呼吁捷克在军事上保持总理,并采取措施控制飙升的能源价格。 他们曾经在1968年公开反对苏联的粗暴,现在他们走上街头反对北约和欧盟了。 而布拉格愤怒的火焰并不是孤立,这种共同的情绪很快就传到了德国。 9月4日,数千德国人在克隆游行示威,这些人抗议德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,并指责对俄实施的制裁,导致德国民众生活受到影响。 德国愤怒的民众表示,德国必须停止支持乌克兰,并取消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。 很显然德国民众已经意识到,德国不应该卷入俄乌冲突之中,并且德国更不能以付出惨痛代价的方式,制裁俄罗斯。 法国巴黎的抗议活动也爆发了,大批的巴黎市民走上街头,这些民众高喊马克龙,贫困,让我们离开北运。 看这架势在美国解体之前,欧洲先要解体一次。 反对欧洲继续给乌克兰提供武器,反对北约欧盟制裁俄罗斯,这才是想要解决问题的态度。 俄是斯拉夫民族之间的矛盾,是迟到了30年的内战,就应该让斯拉夫人自己去解决。 而欧洲政客誓死追随美国,武装支持乌克兰,制裁俄罗斯,那不是反战,也不可能获得和平。 北约能彻底消灭俄罗斯吗? 你既没有这个能力,也没有这个胆量,那么做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? 燃烧自己,温暖美国,感动世界吗? 冷战时期,苏联的钢铁洪流令欧洲弹护色变,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中。 苏联解体后,欧洲恐恶症有所缓解。 但是这一症状依旧存在。 欧冲突爆发后,恐恶症发作,在被恐恶笼罩的阴影下,欧洲国家越来越反恶,陷入了魔症。 在反恶这条道路上,欧洲几乎是在抗奔,头都不回。 部分欧洲国家越来越激进,出台了一些令人迷惑的措施。 比如瑞士方面表示,在今年冬季面临天然气短缺的局面下,瑞士当局禁止民众将天然气暖气调至19度以上,禁止使用电暖气等取暖工具。 违者将被罚款或最高面临三年监禁。 包括瑞士在内的欧洲国家,位于北温带,冬季气温在零射十度左右。 虽然不像西伯利亚那样寒冷,但在这样的低温下生活,如果没有暖气,很难撑过去。 瑞士民众俄一取暖,就会面临牢狱之灾,这反映出欧洲人在俄乌问题上的强硬态度。 宁愿苦了自己人,也绝不会对俄罗斯扶乱妥协,将会继续帮助乌克兰抗俄。 在欧洲态度坚决的局面下,俄罗斯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。 预计冬季来临后,欧美不太可能取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,也不会停止向乌克兰运输武器。 俄罗斯将难以在冬季营造出利于作战的战斗氛围。 俄罗斯与西方已经彻底闹翻,双方让步的可能性惊呼于零。 对于俄罗斯来说,需要丢掉对欧洲的幻想,不要寄希望于通过打能源牌令欧洲去腹。 西方国家D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很高,但西方已经丧失绝对优势。 近期印度DDP总量已经超过英国,西方的经济优势进一步丧失。 如果俄罗斯能够成功完成战略转向,那么将找到新的发展天地。 国内经济将不会因制裁遭到严重影响。 俄罗斯的经济支柱是能源、军工、粮食、能源与粮食都是硬通货。 即便是欧洲不采购,其他国家也会采购。 国际市场对能源、粮食的需求量很大,俄罗斯完全不用担心卖不出去。 不过俄罗斯与欧洲在能源领域闹翻,可能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警觉。 过度意外俄能源并不是件好事,如果未来发生类似的危机,将会面临着同样的局面。